哈喽,红豆沙玛好,我是Sasha 在今天视频中想跟你们来聊一聊 这一大堆在五月读完的书籍 首先看一下这个月的数据总栏 我对自己五月的阅读状态还是挺满意的 我终于做到了一天不漏的每天坚持阅读 这个月很有趣的一点是我读到了好几本书 都和自己预想的非常非常不一样 好看至于还多了一份惊喜感 蒋树的身边的陌生人 他是天才捕手计划旗下的携手 这个品牌主要是出口述真实作品的 每本书的作者在现实中都从事着非常有意思的职业 比如说本书的蒋树者蒋树 我竟然在开箱和以图中用了同一个梗 就是一位警察通过一个个小短片 记录了从警这些年来遇到的最特别 最触动人心最令人反思的案件 读起来是非常快非常轻松的 读完他已经一个月了 但是书中有一些人物形象和他们的生活经历 直到现在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中 比如书中第一个故事 女生死亡了 最令他出场时 第一页是怎么被一个散步的人发现 怎么坐在一棵树下 这个场面都深刻的留在我的脑海中 一个在警方侦破嫉妒案件过程中 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但是呢行为举止又有些奇怪的女吸毒者 女线人形象也被刻画的非常立体 但书中还有很多很多个人物 很多或有趣或残酷的事件发生 不经感叹 每个人都有他性格里的闪光点 但是每个人又都被自己的弱点或说恶习 禁锢着造成了种种悲剧 好接下来一本书 我又读了一板姓太郎 好喜欢他呀 我之前读的他的第一本书 是杀手那个系列的 这回换了一个系列 是阳光劫匪倒转地球 四个主人公啊 一个是火眼金睛能看穿所有谎言 一个善于言语间蛊惑人心 一个有如神柱算准分秒时间 一个长于瞬息间探囊取物 他们一眼望去 就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过着平淡的生活 但是却聚在一起去抢银行 而且抢银行的行为 也不是拿着一把枪到处射 而是似乎带着一种歉意 希望自己不会打扰到任何人 倒转地球故事就由这四个主人公 又聚在一起讨论 下一次抢劫计划开始 但是作者却给你埋下一个伏笔 其中好像某些人表现的有些奇怪 抢劫银行的过程中 又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那之前每个人的表现 和这次意外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并没有把故事打造成一个 简单的抓内鬼这样的小说 而还是走了点幽默治愈路线 我觉得从这点来说 本书和孔七家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你能在伊板星太郎的文字中 看到任何绝望或意外的情况下 他都给大家提供了足够的希望 伊板星太郎的书 我这边还有本死神的精确度 等我阅读之后 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下感受 看我get到的特征会不会在这本书中再次出现 是我很喜欢的作者大山城一郎的字母表迷案 去年在暑假的时候读了他的另外三本书籍 非常非常喜欢他写的故事 今年一拿到这本火速下午就看完了 一位有钱的男主人公拥有一栋公寓楼 其中有三个租客跟房东关系很好 这四个人呢就经常会凑在一起 一边喝茶吃甜点一边讨论案件 书中有四个案件 第一个是讲一个上了年纪的贵妇 总是认为她的女佣要毒死自己 第二个故事刚过了12点 警局接到报警电话 美术馆里面发生了杀人案 尸体在只有几个有指纹人可以进去的密室当中 第三个故事呢 讲述的是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创始人 在搭乘豪华邮轮时 他在桌子上去世了 而在桌子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字母 指向现场的每一位嫌疑人 第一次的故事也是全书中我最喜欢的 一位父亲通过日记和自白 跟大家说多年之前 他的儿子被绑架杀害 他留下了当时案件发生的各种细节 包括他跟妻子的行为啊 警方是怎么行动的呀 最后竟然是怎么失败的 他在这个事之后受到了怎么怎么大的精神打击 那另外一条时间线切换到现在 这个手机被父亲托亲朋好友贴到了网上 希望集中网友们的力量 还他儿子一个真相 丹拉书中爱好破案的四位主人公也就加入了调查的队伍 他们又分组探索 不同的人也提出了不同的假想 我认为这个故事啊 不仅是文字很动人 情节安排的很有意思 同时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他是作者的这个身份 你知道作为读者 尤其是我这种有时候懒懒的 没有那么爱动脑的读者 还是很容易被作者或故事中的人物带节奏的 聪明的红豆沙们也可以去挑战一下 看看你们能不能独立发现真相 接下来又是一本日本作品《东野归吾的新参者》 书名很信我 新参者这个词指的是新加入刚到来的人 在故事的开头 一位居住在东京日本桥附近的新参者 一个单身女士在公寓中受害了 嘉赫警官呢就去走访日本桥商业步行街中的家家户户 以及这位受害者的家属书籍 以店铺的名称分成了不同的章节 前半部分时我甚至不觉得嘉赫是在破案 因为每个店铺的管理者都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你是看不出来这些人物都在杀人案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的 可能有些人甚至和这位女士无关 有些人是在其生活中轻轻擦肩而过 因此读前面是就像在读趣味短篇生活小故事一样 比如有一张我忘记是陶瓷店还是个艺术品店了呀 男店长刚娶了妻子 他妻子呢很年轻很漂亮 和这位男士很冷硬有点固执的母亲 经常发生争吵 让这位男士脑袋很大 看到后面你会发现 每个家庭都有他自己存在和运行的一种方式 被你打造了治愈性的理解性的基调 到最后揭开谜底之时你会不禁感叹造化弄人生活的不易 小环节兼至饮品介绍 我今天喝的是自己漆的苦丁茶 里面还放了很多陈皮 我还是挺喜欢苦苦的味道的 而且陈皮真的好提香啊 希望可以帮我在下日去去火 老金的布莱泽 我终于把老金自己最喜欢这个版本攒得差不多了 超级开心 这本书啊是当时斯蒂芬金以笔名Richard Beckman写成的黑色悲喜剧 故事非常吸引人很流畅 有一天深夜男主人公闯进了这个庄园 绑架了他们家的继承人一个小婴儿 之后向他们索要巨额的赎金 绑架案看起来应该是计划的非常周密的 但是警方在调查中却总是很能轻易的找到破解谜题的线索 非常容易的就步步逼近了犯罪嫌疑人 也就是男主人公 但是当你去看书中的另一条线时 精神就会受到震撼 因为另一条线讲述的是男主人公布莱泽的人生故事 他为什么成为了现在这个他 他为什么要去绑架这个小男孩 而他的一生在我看来真的是充满了不幸的 是那种痛苦到了极点 每每有希望出现 总会有厄运降临 将希望夺走 而他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这样反反复复的希望与绝望的泥沼中挣扎 虽然说他经受的痛苦不能抵消掉他被别人带来的痛苦 但是我认为斯蒂芬金把他放在主人公的位置 或许也是在告诉我们 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立志的逆袭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 有一些底层人物或许已经拼尽全力去生活 保护他所珍视的一切 但到头来每天对他来说也不过是侥幸的生存而已 除了有很多个部分我都非常喜欢 提一下最后一部分 斯蒂芬金对传统寓意义上正反两方的对峙画面 描写的极具细节感非常有意思 而且充满了讽刺 所以他也会让你想 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非正义 正义是官方吗 正义是善良吗 到底善良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一本书 我放一下电子版的封皮吧 我这个月终于终于把爱尔兰人读完了 如果我阅读过程没有拖 三四个月之久的话 我应该会给他打出更高的分数 这也是一部故事非常有意思 同时可以让你展开很多思考的书籍 美国意大利黑手党中 地位很高的 而且是少见的外族爱尔兰人打手 对于他一生的回忆 包括对当年一起悬案的坦白 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讲述 其实爱尔兰人的成长过程 并没有太令我感到震惊 因为我之前在避震上看过不少 关于黑帮的纪录片 当时有很多人都是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去帮黑帮收债呀 处理一些问题呀 慢慢通过这个方式得到了帮派内部高层人士的认可 他们的生活也逐渐走出了贫困 但随之后来美国对黑帮打击 他们生活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转折 那爱尔兰人的成长故事和那些纪录片中讲述的主人公 整体路线是一样的 爱尔兰人有他很坚固的一套认知观念 他并没有直说认为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完全不后悔 特别正义的 但是令我眼前一亮的一点是 他很明确的表现出了对美国当时那个时期某些政客的厌恶 但我也是听爱尔兰人和他朋友这方面的一家之言 他们就认为肯尼迪在竞选过程中 包括他弟弟去当上司法部长这个过程中 黑帮为他们出了非常多的力 但是当政治活动成功之后 肯尼迪的弟弟反过来 立刻去查的就是美国的黑帮问题 这一点在当时激起了很多的政治帮派上的矛盾 也直接导致了本书中一些大事件的发生 读到最后还是挺五味杂陈的 你作为一个寻常的小市民 一个普通人 是不会了解到很多东西的弊面的 不同方面的人对同一事件或同一时代的描绘 差异还是挺大的 我五月读书的时候没觉得自己看了那么多 现在讲到第几本了 我怎么录了好久 anyways下面一本呢 是尼尔盖曼的短篇小说集《易碎品》 你们看这个花的吗 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怕快递脏 就把每个东西都掏出来擦了 最后来才发现黑色的书封真的不禁擦 你们可千万不要像我这样做 有一些故事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会强烈安利给每一个我认识的人 包括列表中的这些 绿字的研究 打样时分 苦魔咖啡 他人 芬奇小姐失踪案 石鹿 尾声和哥利亚 好我挑其中一些印象比较深的来说一下 比如说绿子研究就很好看 它融入了克苏鲁神话和福尔摩斯探案故事 和我在视频中提到的另一本书 《字母表迷案》中最后一个故事一样 你都是作为读者特别容易被作者带着特定的某个思路走 到最后某个点被揭开的时候 你发现what怎么会是这样 盖曼对于神秘物种控制下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个氛围 通透的非常好 像《打样时分》和《倚中的十月》都是我很喜欢听的讲故事的类型 在《倚中的十月》里盖曼将一年的12个月份都拟人化了 围在篝火旁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故事 打样十分钟的酒吧快打样的时候 一位客人对其他人讲述了自己曾经的一个恐怖经历 好内容太多我就不一篇篇说了哦 对偏奇幻和鬼怪类的轻恐怖小故事感兴趣的朋友们 我还是很推荐本书的 接下来我看的一本书叫《未静的杰作》 文学史上的60个遗憾 书中作者分析了60部已经在创作中 却最终没能问世的小说 看《比如我的男人就有本书》没有写完 在书中给出了大家足够的关于作者的信息 背后的创作故事 许多许多史料细节 同时评估了书籍日后出版的可能性 但如此充沛的专业知识 并没有令我的阅读过程变得非常枯燥 本书按照创作年代分成了六大章 1750年以前 1750到1849 1850到1899 1950到1975 和1976年以后 把详细信息放在这儿 能够供大家参考 书中提到了好几个 我很喜欢的作家 比如说雷蒙德·钱德勒 杜鲁门·卡波蒂 哈婆里 书中有一些作者和书 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 读了本书中的介绍后 哇一下就来了极强的兴趣 利奥波德·范·萨克·马索克的 该隐的遗产 他曾希望以该隐的遗产为题 构建出一个卓越非凡的小说系列 小说将被分为六卷 每一卷都扎根于某种阻止人类获得幸福的罪恶 而这六大罪恶按作者自己的意愿排序 将会是爱情 财产 国家 战争 工作和死亡 在这六个故事中 穿貂皮的维纳斯 诠释的是爱情这一主题 该作品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以单行本的形式反复出版 听了这个介绍 难道你不想知道剩下五本书 它是怎么写的吗 我们就永远都知道不了了 还有这本马克吐温 当然我知道马克吐温 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写过《神秘的陌生人》 《神秘的陌生人》 是马克吐温的最后一部小说 他在1897年至1908年 始终断断续续的书写着这部作品 这个故事有一种斯维夫特式的眼力 展现出作者对道德意识 以及与该死的人类 有关的问题的探讨 《圣经》中撒旦的侄子 也作为故事角色出现在小说里 这个母题 它的宗教元素 它的一些中心和隐喻等等 完全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类 可惜他怎么就没写完呢 好 接下来我在五月读的一本书啊 后面会和另外几本书一块 做个专题视频 是窗边的小豆豆 感兴趣的朋友们 不妨关注下我的频道 跳转观看 五月我读最后一本书 是马克哈登的《深夜小狗神秘事件》 马克哈登也是一位 故事架构和文笔上 我都非常喜欢的作者 他写的另外一本书 该我开枪了 我非常喜欢 也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 那《深夜小狗神秘事件》呢 是国外的这个校园指定读物 男主人公叫阿福 数学方面非常天才 但是患有自逼症的男孩 有一天深夜 阿福发现邻居家阿姨的狗 受了很严重的伤 他跑过去抱起了这只小狗 想要救活他 可是小狗还是去世了 而这个时候 邻居阿姨赶紧出了门 却误以为阿福是杀害小狗的凶手 阿福呢就此有了执念 试图在街区里四处走访 寻找真相 而他把自己探索的过程 写成了一本书 我种草这本书好多年 一直希望它是将更多重点 放在悬疑上的 真的真的完全不是我想那样 兜兜转转在几个转折后 众心又回到了家庭之上 读本书时 我有一些感觉很棒的地方 比如说阿福被描写的 我就是一个站在我面前 活生生的小孩 他的那种机灵 聪颖 坚持是很打动我的 另外一点我很喜欢的是 书籍确实转折那几个点设计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 但同时我也要说 到后面我就完全不care了 或许是因为小狗杀手的身份 揭秘的有点早 当我肯掉书中自己感兴趣的 悬疑通俗部分时 剩下部分就全都是关于 家庭的了 个人推荐一个是 小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它会有很多教育意义 比如说你如何去看待 爸爸妈妈的行为 可能尽管他们做了一些 你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他们也是在用自己能力范围内 符合自己人格特征的方式去爱你 另外一方面呢 我还挺推荐 已经有宝宝的朋友们去看的 因为根据平时我跟我妈妈聊天 我知道一位母亲看待家庭 看待孩子的眼光和孩子角度 看待自己和家庭眼光是截然不同的 那如果你是这类读者的话 我也非常好奇 你在阅读完本书后会有怎样与众不同的感受 这本书可能是本月我读到的书里 和自己的期待最最最最不一样的 好啦红豆沙们 以上就是我在五月读过的所有书籍了 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你们想读的 或你们读过的 喜欢本期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为我一键三连 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Sasha 一个读故事的人 讲故事的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